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问你 因为今次容易很多 是因为做一个真实的爱自己的女儿 很疼她的女儿 好像一个寵女狂 即是你什么都是为了女儿先走 其实我现在的生活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只要她开心就什么都可以 你觉得自己现在有什么重法 其实我觉得那种重法不是物质上面的 而是心灵上面 即是有时你知道女儿很需要你的时间里面 你会出现 你会知道的 即是她知道爸爸工作 但她可能会等爸爸回来 等爸爸回来吃饭 回家吃饭 她可能会捱我 她会等我和我一起出去吃饭 即是这个你会知道爸爸 即是你会感受到那个女儿的重要 知道爸爸对她在她心目中的重要性 正如我们来自汪星的女儿一样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 尤其是女孩 一定是很 爸爸是一个很有安全感 应该是这么说的